12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 14号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 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岛内舆论也展开积极报道 台湾中国时报 联合报等主流媒体 在网站上几乎逐条转发记者会的内容 并以谈福建对台示范区 中共中央台办融合友好处 敏台亲上亲 深化联案融合 让台胞享受赛敏当主人的幸福感等媒体进行报道 着力打造夏金同城生活圈 探索夏金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的模式 加快厦门与金门通电 通气 通桥 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的新机场 对于意见提到的夏金共同生活圈等政策方案 金门县长陈福海1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 共用厦门新机场 金门具有里岸交流的枢纽区位优势 若有机会 也愿意协助里岸飞航相关单位 开展事务性协商工作 陈福海认为 金门在误寂时可能会发生全日官场或无效飞行的情况 基于旅客的安全以及飞航的妥善性 金门应思考厦门新机场作为航空公司 在无法降落金门时的备员转降机场 双方可以透过事先协商 专车 专船 输运等机制来协助旅客 记者会上有关闽台高铁和向台输送绿色电力的内容 也受到岛内舆论关注 台湾联合报就大篇幅引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从亮 在记者会上的介绍原文进行报道 台湾《望报》14号刊发社论指出 从这份意见中可以读出三个讯号 首先是和平的讯号 文章指出 意见开篇极强调立案已加亲 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通会情 讲好 讲满 说明和平统一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不变的方针 第二个讯号是尊重台湾民意 意见善意回应台湾民意的诉求 此次将下京 辅马一日生活圈纳入官方论述 在金门 马祖有相当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三个讯号是促容 文章指出 按照规划 未来金马地区各项硬体建设势必升级 成为连岸交通和货运的新枢纽 不仅台湾的人流 物流 私金流可以流向当地 融合示范区也会更加繁荣 促容 中文字幕——YK